這顆羅漢松高了 五月份把頂做了一個高壓 今天天氣涼快 可以截下來上棚 高壓是對它做的一個基本的定型 根都擠滿了 上棚前把形定好 這個是按照淋水培育的 看來效果還比較理想 可以直接進行提供栽種 上棚前先把主幹採好 這個營養杯不要打開 以免上根 把拐點上面的汁鋸掉 明確乾的走向 修正一下 用刀把這個邊皮修齊 鋪盒會更好 先抹上鋪盒劑 乾的用西潑芝麻來封好 這樣鋪盒會更快 現在可以把營養杯打開 這個根深的旺深已經朝上漲了 打開的時候注意不要將根閃掉 要耐心地慢慢地剪開 這個是高壓四個月 羅漢食物在通透保水的資料中 根絲生長很萬聖的 上棚前 盆底要墊上一些粗的顆粒 我這裡用的是風化鹽 用的棚土是沙子土加輔葉土 盆中不長肥 其他的棚井放棚也一樣 肥是後期補充 要準備好一個小木棍 把樹固定好 土填好 用手將四周輕按 稍微地用點力就可以了 不要用棍去搓 這個土糰沒散 以免傷根 上不露出來的根 先把它圍好 盛後有後再把它拿掉 盆上好了 把枝梳減一下 乾截下來的樹 要減掉一些枝葉 減少它的水分蒸發 維持根幹枝的生長平衡 不要的枝全部剪掉 定型的枝剪一半 剪幾刀 這個樹的基本形狀就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養負 高壓接下來的樹 乾上盆不能立馬澆水 讓它有一個食硬期 吐絲絲的就可以 最後不要忘了 接下來的這個枝條 掀插成活後 又是一盆不錯的小棚井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見